歡迎大家收看寵愛百分百 我是你們的節目主持人胡逸軒 今集的節目中我們繼續請到寵物的美容師 Vilson和我們聊聊天 Vilson 你好 也有你們心愛的貓貓Bobby 你好 他很乖 繼續在這裡睡覺 很多朋友都很想知道 其實石寵物還是石寵物 有時牠們有病都很心痛 最困擾的問題就是會有皮膚病 其實怎樣才知道自己的寵物 是感染了有皮膚病的 其實可以從你打這隻貓或者狗 梳毛開始可以看到 你有時梳毛的時候看到牠有些粒粒 或者紅了 已經是皮膚病的徵兆 或者是過分的紅 赤紅色 赤紅色 是的 那也是一個徵兆來的 那你要多加留意一下 開始就 好像上一節的節目裡面 你也有說過 在香港地方去養狗 或者養貓 因為潮濕的關係 令牠們有時皮膚上 都很容易出現一些問題 其實在我們現時 在我們香港養寵物當中 最常見的一些皮膚病是哪些 最常見的可能是 閃 即是生閃 或者是一些過敏 過敏 突然間會紅了 起粒粒的 也會有的 是的 通常是有什麼方法 即是有什麼過程 令牠們感染到有皮膚病的了 我們多數分三種 本身牠自己的免疫能力 是有些問題的 可能是發出來的 發出來 是的 即是有些貓本身是免疫系統 或者狗 這方面是差一點的 很容易感染到的 第二件事就是外界感染 即是可能接觸到貓、狗 有皮膚的貓、狗 這樣傳染回來的 第三件事就是主人造成 主人造成 就是沒有跟牠打理 沒有梳毛 令牠打病 毛全都在貓貓、狗的皮膚表面 這樣就會滋生細胃 就會很多時候生皮膚 即是不一定是所有的皮膚病 都會經過傳染得來的 不一定的 不一定的 很多朋友就說 譬如說就算養寵物也是一樣 可能會不會跟人一樣 天生天養 有些什麼就讓牠吃 其實都是不對的 令牠們有皮膚病 甚至乎可能有其他問題 對,都是出現有些飲食上 對,因為飲食也很重要 因為 因為 應該這麼說 狗就不同人 我們人很多毛孔的身體 我們吃了鹹的東西 我們做運動 或者可以排視出來 在整身上排視出來 但是貓、狗就不是的 貓、狗是最主要的口 和手掌 手掌? 對,因為貓、狗的手掌會出汗 是的 還有口就放濕氣出來 所以不可以給牠們太鹹太甜的食物 因為牠們聚集在身體裡 很容易會引起皮膚病 或者其他的病症 其實在觀眾朋友當中 有些朋友可能是養寵物的初歌 其實用甚麼準則 才讓牠們知道 究竟是貓 或者狗吃的東西 是太鹹 或者是太甜 其實用甚麼準則去幫牠們去平衡 其實我們人吃的東西 就不要讓牠吃 不用我吃叉燒飯 做叉燒給牠吃 其實是不對的 是的 其實現在有很多很好的狗糧 亦有很多狗的小食 你只要給狗用的 或者貓用的給牠們吃 就少了這個問題 是的 盡量可以避免到的 就是不要亂讓牠們吃東西 是的 其實很多朋友擔心 因為真的有皮膚病的時候 如果真的說大家不察覺 有些都是那句疏忽大意 還有一些初歌不是很清楚的 其實不理牠的話 嚴重到可以去到甚麼地步 其實如果你不理牠 而一直這樣 就是由得牠 是由得牠 其實我們叫做生皮膚病 即皮膚病都可以死的 可以死的 是的 即生到是 即我看到那些是一層層皮 一直生下去 那是整隻都爛了 那你不理牠 牠真的會因為細菌感染而離開 是的 沒錯 通常由牠正常到牠感染到皮膚病 其實都會有一個病變的過程 是的 通常在過程裏面 就像你剛才說去梳毛 或者去打理牠的時候 都知道牠們到底身體有沒有甚麼事 有沒有說有甚麼方法 可以預防牠們沒有那麼容易感染到這些病症 其實如果一個主人願意去 療理牠的貓狗 是很容易發現這件事的 那譬如我真的有皮膚 有癡症的時候 或者是有其他病的時候 可以諮詢獸醫 那或者覺得不是真的那麼嚴重 可以在一些獸醫上 或者在獸醫上買一些沖皮膚 即是給皮膚的檢疫 去跟牠們洗澡 讓牠們的眼液類殺菌 讓牠們不要再滋生下去 可以塗藥膏、塗藥水 通常貓貓、狗狗 牠們真的很可愛 但牠們有病真的很心痛 但通常要真的得到皮膚病 去治療的過程當中 通常需要多少時間 這件事就真的不定了 因為有些抵抗你 我好像人一樣 我抵抗你好一點 我當然會快點好 抵抗你差一點就會長一點 還有要看主人怎樣去料理牠 要看醫生 還有要看獸醫 開的藥合適合適合 因為很老實 人和貓狗都是看合不合適合醫生 所以這件事就要視乎情況 也是的 但是通常有哪些品種的貓 或者狗的抵抗力是比較差一點 要長期要悉心去料理牠 其實都是這樣說 天氣的問題 例如老虎、狗、沙皮 牠們的皮膚是比較差一點的 因為很容易感染到細菌 因為天氣的問題 所以要多留意一下牠會好一點 或者可能家庭 例如夏天很多朋友喜歡開冷氣 有時候人覺得溫度是涼爽的 但可能牠們的溫度會冷的 有沒有這些分別呢 其實如果你說香港開冷氣 狗就非常舒服 24小時開最好 很炭製假 是的 但是你說冷的時候 多數是一些比較年長一點 就是年紀大一點 有撥怕冷一點 但是如果你說壯年的狗 根本是不怕這個狗 是的 還可能或者你養雪囂 或者是大白熊之類 這麼厚毛的狗 牠覺得不夠冷 我覺得不夠冷 其實在香港來說 有沒有什麼品種的狗 或者是貓 要去特別找一個 譬如說有些人喜歡租一個單位 去照顧牠們 有沒有說有些特別的 怎樣一個大的空間 讓牠們去動動呢 譬如說像貓貓那樣 就是普通一個 可能正常人家幾百尺的一個空間 其實是救牠們住的 還是要特別選一間房間 給牠們 其實應該這麼說 香港地方不是很大的 是的 即是有限 多數如果想去跑 都是去戶外活動就好一點 但是如果你說 睡覺 吃飯 其實在家裡已經是OK的 但是如果你說運動 夠不夠 你一定不夠 你一定要出去戶外那裡 走一下跑一下就會好一點 對狗的健康就會好一點 是的 那說回剛才說 皮膚病的問題 其實萬一家裡的貓貓狗狗 真的有皮膚病的話 其實會不會傳染給我們人的呢 其實呢 有某一兩種是會傳染人的 例如哪些呢 例如戒閃 戒閃 戒閃菌 或者是 有些閃 有些人的皮膚比較敏感的 可能都會傳染到 可能都會傳染到 是的 但是好像說 譬如有些朋友 可能他們家裡有一點不乾淨 甚至乎可能被人傳染到 譬如我們俗稱的香港人 那些是香港腳 其實都是一些真菌來的 其實這些真菌的話 人就會出現一些脫皮 或者爛腳的情況 其實都會不會傳染給我們的動物呢 其實都會不會的呢 其實 應該不要說 你的腳生香港腳這樣 你的家裡髒 已經是做了細菌的溫創 已經是很容易感染到 因為始終我剛才也跟大家說 他們是周屋睡 不只是好像我們這樣爬上床睡 所以家裡的清潔是很重要的 是的 很重要的 我們這一節就知道 皮膚病的方面 究竟是怎樣去療理 怎樣我們的貓貓狗狗 甚至乎各方面的一些 清潔上面的一些要素 都要特別去注意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繼續寵愛拍分吧 全港首創 積湯油水燒龍蝦 特價38元 還有備製五色生蠔 和過百款燒烤入地間 想試一下怎樣把川式燒烤 融入港式風味 那就快點來佐敦的龍蝦燒試一下 訂座電話2780-0088 要借著甲荃 就要用真正無甲荃的傢俬 Cubis令甲荃智慧家具可自由組合 快點登入這個網址看真點吧 《迷人》牽動全場 10月16日 沙田馬場 沙沙虎女銀袋人 入場人士可獲吹菜名驅 耕針一個 小風波大控訴 串燒內容齊齊高 人氣話題有問路 單單打打 稀笑怒罵 嘉賓主持不分上下 惡搞成中熱話 吹水難劇 什麼都可以 熱爆話題 亂禁啊 每個人都有一本書 在書中所記載的 是一個個的傳奇故事 黃金屋不單是一個講書的節目 亦是一個講人的節目 每一集我都會請不同的嘉賓上來 跟大家講他們的經歷 講他們的人生感激 逆境自強 同時也會分享一些 曾經影響他們的生命態度 和決策方向同學 黃金屋 單只講人生 而且振奮人心 日日好生活 新勢力主持 每日送上精彩生活資訊 和你品嘗各種口味 享受豐富美食 時尚服飾 即時Show給你看 潮流達人教你化美妝 換新綠 創意無限 發揮你的藝術細胞 還有藝人上來聊聊天 飲食適香味俱全 是否有足夠營養 生活的壞習慣 如何影響我們的健康 吃甚麼補品才補得回呢 健康知多些 由專家告訴你 教你活得更健康 以前在電台 甚麼音樂人都見過 很多大人物都訪問過 現在我準備了這間會客室 訪問我的好朋友 每集他們都會和大家 討論近況 討論心事 想知道如何享受優質生活 安琪會客室 約定你 準時見 Lal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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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回來寵愛百分百 我是你們的節目主持人 胡逸軒 今次的節目裏面 繼續有我們的寵物美容師 Wilson和我們聊聊天 Wilson 你好 你好 上一節說了很多 關於貓狗的皮膚病上 一些注意的事項 其實在食物方面 有沒有說 都好像人一樣 會不會有甚麼食物 令到他們敏感過敏 其實自敏原有很多種 不單止是食物 食物也是一樣 會肚子 起床 起床 皮膚病 如果其他東西 可能是花草 花草也就是 或者是 可能你被貓貓狗狗在睡的毛巾 都是一個自敏原 所以敏感這件事比較空泛一點 但是食物敏感就容易找個原因 因為你可以試到它對哪種肉類敏感 對 坊間來說 譬如說有甚麼食物 通常會令到他們容易 即是他們的自敏原 其實 這件事很空泛 因為每一個自敏原都不同 可能我這隻貓對雞肉敏感 那隻狗對魚敏感 真的要視乎每隻狗對哪種東西敏感 真的不能回答 即是要找手衣去試 還是要去檢查 要檢查 檢查一下 看看是對哪種東西敏感 或者是對哪種物質敏感 但是通常如果他們過敏的話 是真的會有甚麼症狀出現 甚至乎可能會否說 好像你剛才說過敏的話 皮膚會出現問題 其實過敏最普遍就是肚骨 即食極那隻狗也會肚骨 例如貓、狗糧也是肚骨 那已經是一個敏感的現象 精兆了 即是知道了這件事 另一件事 例如我吃一隻貓貓 或者狗狗在吃雞肉 突然皮膚都腫了 整個脹了 這是一種敏感的症狀 是的 在食物方面 譬如說好像人一樣 他吃東西 原來有些是他自敏原 原來我們去檢查完之後看手衣 有沒有說也是坊間說 我們人一樣有食療 其實也是有的 第一件事 譬如是醫生告訴我 他對雞肉敏感 你先不要讓牠吃 第二件事 就是現在市面上很流行有些有機 即是我們人食都有 有機的食物 或者是天然的食物 沒有副產品 或者是沒有穀物 它的致敏原又少了 可以嘗試一下 向有機和天然的貓、狗糧去想想 這樣就會好一點 對健康又好一點 對 除了食物方面 很注重牠們的健康之外 有些朋友就說 好像人一樣 甚至乎有些其他動物 養其他寵物一樣 會不會說 我吃開那個品牌的產品 吃開了一段日子之後 我可能說好像人一樣 有些東西要轉一轉 其實對牠們會不會有影響呢 其實如果吃開那隻狗糧 我有時推薦那些客人 都會吃那隻 因為有時 如果貓貓、狗狗的腸胃適應 沒有問題的 你怎樣轉都沒有問題 但如果牠比較差一點 牠吃開這一隻是很好的 突然轉了牠肚餓 可能回頭吃那隻狗糧 牠也是肚餓 所以這件事要留意一下 可能在腸胃上已經不適應 所以要慢慢去調整牠 沒錯 還有就是 有沒有些什麼的食物 譬如你說 自問員 其實除了過問的反應之外 有沒有說有些什麼 我們應該要注重 是不可以讓貓和狗 去接觸到人的一些食物 會令牠們致命 甚至會令牠們有皮膚病的出現 其實我們剛才說過 不要讓人吃的食物 給牠們咸的食物 即是 我們在做一個揚州炒飯 做一口給牠 類似 跟牠們分甘同味 其實對皮膚不好 或者是太甜的食物 太鹹、太肥的食物 因為其實好像我們人一樣 吃了些食物會聚集走在身體 當你年輕的時候 牠們不會發出來 但是當你年紀大的時候 可能會 幸好我們人一樣 有心臟病 又有糖尿病 又皮膚又不好 有很多病痛 是年紀大的時候才會出現 總之 人的零食 和寵物的零食是不一樣的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亂給牠們吃 我聽過 狗仔不可以吃朱古力 其實是不是的 沒錯 因為牠會中毒 會中毒 但是我就知道 是不是有些是給寵物吃的朱古力 還是怎樣 其實現在市面上都會有的 但是 我自己就不太建議這件事 都是不好 對 都是不好 雖然說狗吃 但是你明知道那件事 是對牠有害的 最好就是不要讓牠吃 其實市面上 很多角色種類的狗的小食 是不一定要吃這件事 我覺得 通常普遍的 又可以吃到牠們很健康 有哪幾種 可不可以推介給大家 例如一些 如果你說的意思是小食 小食其實 如果牠沒有皮膚敏感 或者其他東西 可以吃雞肉條 或者魚肉條 魚肉條是不錯的 因為三文魚對貓狗的皮膚是不錯的 就是有些光澤 類似Omega3 對 有 對 或者是 綠肉 或代鼠肉 那些都不錯 原來這些都有 對 都是給敏感皮膚 或者是差一點皮膚的狗 都不錯的 但是如果真的說 牠們好像剛才我們說到皮膚病 那個問題一樣 牠們過敏 如果真的是嚴重的 我們人都是一樣的 譬如說可能我吃錯了一些食物 會有那個自敏源 可能會令到我們休克 甚至乎可能真的會爽命的 其實貓狗會不會去到這個程度 其實是會的 敏感是簡直會令牠 無法呼吸 最重要是無法呼吸 或者是 幼黑 也會有的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 又要去看一看醫生 還有吃東西方面 可能要吃一些瘦醫糧 針對皮膚、敏感 或者是 心臟有事 又要吃一些心臟的糧 但是要諮詢手藝 這些都是 通常我們去養小動物之前 會不會說 我們最初一開始 等於我們人和人生寶寶一樣 要不要去檢查牠們的父母 甚至乎可能知道牠們的家族背景 而去因應這些需要去照顧牠們 其實如果你檢查到當然好 但是現在很多市面上 你去買隻貓狗回來 給牠們的父母看看 是不是真的牠們的父母 你是不知道的 所以就是說 為什麼現在的貓狗這麼多病痛呢 因為很多近親繁殖 可能兄弟姊妹 生了孩子出來 或者牠們本身的血統 是很雜的 混在一起 很多種動物混在一起 或者很多種貓 不同品種混在一起 那產生這些病 其實近幾年 貓狗的遺傳性的病痛 是多了 現在好像都是 這個世界開始都有一些 有些細菌都會有病變 牠們的病變都是多了 比以前是多了很多 所以都要注意一下 其實說到這些食物方面的問題 萬一變成 簡直是牠們可能病 不舒服 甚至可能牠們胃口也會不好 不吃東西 有什麼方法可以令牠們盡吃呢 其實如果牠們是不舒服的 不舒服的 不吃東西 你可以灑一些雞柳 去掉一些肥膏 可以灑一些雞柳 或者是牛肉汁 因為多些營養 可以讓牠們 看看牠們的胃口好不好 或者是可以給一些罐頭 可以刺激去吃肉 但不要經常吃 因為始終會肥膀一點 如果牠們沒有病痛 而不吃東西 可能是牠們太疼牠的狗 給牠們太多好東西吃 例如是哪些呢 例如我和你剛才說 我一口你一口那些 那些更好 或者是經常吃太多零食 搞到狗糧都不喜歡吃了 有這樣的情況 通常很多朋友就說 不應該給那些寵物吃這麼多餐 因為我經常都沒有時間 去帶牠們出去運動 怕吃到牠們變成肥仔肥妹 其實應該正常的飲食習慣 狗和貓是怎樣去分配的呢 你先說我自己的習慣 我自己習慣了兩餐 兩餐 對,早晚一餐 通常幾點左右 幾點就視乎個人 譬如你要很早起床上班 我當然是上班前給牠們吃 放下牠們就算 對,然後到下班後 到回家就給一餐 你已經定時定後就沒問題了 有些就喜歡給一餐 尤其是一餐的份量會較多 那也是按時給牠們 那你的份量會較多 有些主人就習慣了一餐 我自己就習慣給牠們兩餐總晚 總之人一樣和寵物一樣 都要吃得定時 對,沒錯 最重要是健健康康 看到你們聽聽說很開心 生活已經非常好 對 對,今集就非常開心 和Vilson聊了這麼多 關於寵物上的一些問題 希望下次有機會 再和Vilson聊天 我們今集的節目時間又差不多了 我們下次再見,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